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我們也有提過 說拜登在連續兩天之內四次失言 而最嚴重那次 竟然拜登記錯了自己 以為是代表民主黨去參加參議員的選舉 他這一番言論 惹來了白宮前醫生傑克遜的質疑 他提到 身為一個美國公民 在競選過程中看著拜登的言行舉止 見信拜登沒有足夠的心智和認知能力 去擔當美國的國家元首和三軍總司令 而且這位傑克遜醫生還說到 說他認為以拜登目前的狀態 一旦他在接任三軍司令之前 必須要進行認知能力測試 其實他也是在暗示拜登可能有認知障礙 在較早前 特朗普三番四次強調這個說法 遭到某些人 尤其是那些左膠的批評 說特朗普是信口開河 胡言亂語 但現在白宮前醫生都這樣說 一名專業的醫務人員 怕他就沒有理由為了踩低拜登 而違反自己專業操守亂說話 如果我是拜登的話 應對的辦法就很簡單 特朗普不斷挑機叫你做認知能力測試 你就是去做一次 只要在一次的認知能力測試當中 取得通過的話 無論特朗普也好 特朗普也好 或者共和黨的支持者也好 以後就再無法用同一個藉口去攻擊你 為何你到現在都不肯做呢 唯一給人感覺就是心虛膽怯 就是怕著 一旦去迎接挑戰的時候 可能真的會胖 我認為是不奇怪的 否則拜登很輕易可以撒走這班人 其實拜登還有一件事可以做 就是對特朗普進行反挑戰 特朗普叫你做這個認知能力測試 你不就向他再發出一個下返邀請 叫特朗普和你都一起做這個認知能力測試 看看誰高分就可以了 為什麼不肯去做呢 是不是怕腦子轉速不夠特朗普快呢 這個是給人的感覺 至少是這樣 當然 我相信拜登就不會去做這些測試了 無謂刁人現眼 連一些基本事實都記錯 老實說 昨天吃飯吃了什麼都不記得 都不奇怪 但是你自己在選總統 就說自己在選參議員 這個我想是 比較奇怪 是不是 現在你不是在搞初選 而是已經通過了初選和報名 進入到最後的席路 要衝刺了 都可以說錯 而且總統和參議員在英文上都是差十萬八千里遠 不是那個字 怎麼會說錯才行 當然被人感覺上是認知障礙 然後再說 阿富汗的塔利班 就向特朗普獻出死亡之吻 竟然公開高調地說撐特朗普連任 當然我認為這群傢伙是別有用心的 當然不是真心支持特朗普連任 如果真是支持他 照計就不出聲 做人也應該有多少自知之明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麼身份 竟然公開說這番說話的時候 明知道是會有反效的 好了 我又說了基本事實給大家聽 原來塔利班在去年九月的時候 就曾經派遣過代表團去中國進行溝通 並且獲得了大陸外交部的主管官員接見 就住阿富汗的形勢 以及推進阿富汗和平進程交換意見 到底為這件事 跟塔利班獻上死亡之吻有沒有關係 我就不知道 而在前排 蓬佩奧叫了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坐在一起 來談談談大和解 但是這個談判並不代表 美國政府是認同塔利班的行為 千萬不能搞錯 而且蓬佩奧搞阿富汗大和解 目的有兩個 第一 就是要顯示給外奸以及美國的人民 根本上特朗普不是搞什麼單邊主義 美國仍然在國際舞台上發揮著重大的影響力 而特朗普政府也有能力去剃造一些外交成果 第二 就是為美軍要在阿富汗撤退而鋪路 因為特朗普一直都很想從阿富汗的戰場脫身 他自己都說明 說不想美國的軍人 在一些連名字都說不出的地方 白白地犧牲 現在美國駐紮在阿富汗的軍人 大概就有四千多人 特朗普就想一個不留 如果你們兩班人可以談談的時候 當然特朗普就會得心應手 所以 那個和談的背景就是這樣 就不代表說 大哥認同你這些行為 然後現在還走去獻上死亡之吻 試圖影響特朗普的選情 特朗普做人也是當機立斷的 美軍發言人就提到 說在過去幾天 美國空軍在阿富汗西南部的 克曼德省塔利班據點的時候 就發動了空襲 這個就是塔利班表態之後 第一次的回應 你再說這些說話 特朗普就不會心軟 亦都不會手軟 他就是一個這麼剛烈性格的人 所有東西就是均均均均均均 清清楚楚的 你這些所謂撐他 其實就是害他 所以特朗普就是 做了這個回應 不可以說是直接回應 但是亦都是展示得到給選民看 他的支持 特朗普是不接受的 另外 特朗普的團隊的公關組長 莫托亦發表了聲明 說拒絕塔利班的任何支持 塔利班應該知道 美國總統會以各種手段 來保護美國利益 說得非常清楚 明白 特朗普在多項 民意調查當中 他的支持度 都是大幅度落後於拜登 所以 有些分析認為 現在特朗普的選情 可以說是勢危 已經是非常之嚴峻 我的看法 不同意 我不是因為 因為要支持特朗普而故意亂拒絕 而是 大家看的民意調查的數據 其實很多都是通過了扭曲 怎麼說呢 其實我們之前也有提及過 就是現在很多 左膠傳媒 他們所發佈的民意調查結果 是經過了扭曲 他怎樣扭曲 問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採集樣本方面 是有問題的 而問題就是在於 所採集回來的樣本當中 民主黨的支持者 漏漏都是多過共和黨的支持者 照計就是兩黨的支持者 是差不多 然後另外還有一班叫做中間選民 才是 叫做恰當 才是客觀的 不是的 漏漏都是 民主黨支持者較多 喂 拜登的領先幅度 不斷增加上去 是不奇怪的 你不斷問民主黨支持者 他當然會告訴你 所以現在的民意調查結果 拜登的支持度一定是充滿了水份 有多少就不知道 但是到時候出來 就算拜登的普選票 比特朗普多 不會說多16% 如果多16% 以今屆的投票人數創紀錄來計算 即是拜登的票會比特朗普多兩三千萬 有沒有可能 說出來都沒有人相信 好了 接著又再說 其實特朗普有很多支持者 傾向不表態 甚至乎一收到電話 就說投對家居多 而且在目前美國社會的氛圍下 特朗普的支持者 傾向壓抑 低調和含蓄 他們都不想讓人知道 綜合了那麼多的因素 究竟現在的美國媒體所公佈的民意調查結果 是真真實實地反映到 美國人民的意願 還是有些媒體通過發表民調結果的手段 反過來影響民意 我很懷疑是後者居多 如果美國的媒體 大部分 就算有政治傾向也好 也不可以說沒有 必然是會有的 傾左也好 傾右也好 傾向民主黨也好 共和黨也好 每一個媒體都會有他的立場 這是肯定的 沒有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中立 但是 也不要那麼偏頗 一旦偏頗的時候 而且在那些報導當中 完全是撐了某一個的候選人 喂 這樣你那些 民意調查 還有沒有參考價值 都成為疑問 比如說蓋洛普之前 公佈了一份的民意調查 就問一下那些選民 究竟你認為目前的生活水準和條件 比起四年之前 是改善了 還是更加壞了 喂 有五成六的人 是認為 比起四年之前 是好了 那就是說 特朗普過去這四年 以來的施政 是做得好了 不會說 施政做得壞了 反而還複裕了 這個是不符合邏輯 對不對 但是CNN 昨天竟然有一篇報導 有個記者就說 蓋洛普民意調查所所說的東西 就跟特朗普說的不一樣 試圖去引渡的讀者 就說 特朗普的民調就是輸得很慘 而且 很多選民就認為 自己比四年之前 過得更好 就跟特朗普的政策是無關的 如果完全是跟特朗普政策無關的話 這個是抽離了整個 叫做雨景 喂 自己的生活 比起四年之前 好了 究竟是甚麼因素構成呢 難道錢是天下降的 印多了銀子 不會的 印多了銀子 只會是 令到通貨膨脹 更加之厲害 一定就是 政府做了某些政策 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比如說特朗普就最支持這個基層 又要創造製造業的職位 又要叫美國企業回流 又要設立基金協助黑人創業 而且又要協助農夫將產品軟銷到世界各地 等等 這些完全就是幫助基層做事 一定是政策好了 然後 使得自己的感覺良好 就不可能 好像他這樣說 所以 這篇文章 在美國 都是被人質疑得很厲害的 你不可能這樣寫 雖然 你是要寫一些東西出來 去支持拜登 踩低特朗普 但是 都給予多少邏輯 是不是 好了 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